自小客右转行星路口 当时这里正在进行道路工程 但自小客驾驶疑似没有注意到 直接把车子开进洞里 只见车子的右前轮就这样子陷了进去 车身也跟着往右倾斜 当时这处工程正在灌江 自小客的右前轮整个往下陷落 整台车子就这样子卡在坑洞里 幸好当时车速不到时速20公里 加上没有工作人员在旁边 因此没有人受伤 自小客整个车身倾斜45度相当的夸张 当时自小客前方还有另一部箱行车 但自小客没有跟着前进 反而车头向右歪开进洞里头 一次是阳光四眼 让驾驶无法辨别路况 那他本来没有受伤 经久侧无酒精反应 车子不小心跌落 他自己也吓一跳 事故的现场身在汉西西路接触工地 台电的道路工程有摆放明显交通锥 但自小客竟然还会开进洞里头 肇事的责任警方正在厘清 今天还是金黄走音 台中报导